西游记 三 龙恭喜得金箍棒 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 听猴子们说 最近有个混世魔王 经常来欺负他们 要霸占花果山水帘洞 还抓走了许多小猴 悟空一听就发怒了 他立即赶到混世魔王所在的高山 杀了混世魔王 救出了被抓走的小猴子 等悟空归来 群猴早已准备好了接风的宴席 从此 悟空开始教猴子们武艺 但是有一件事让他不开心 那就是自己还没有合适的兵器 悟空听一个老猴子说 东海龙宫什么宝贝都有 他马上施展功夫来到东海 他自称是花果山天生圣人 孙悟空 是龙王的邻居 东海龙王 敖广听孙悟空说明了来意 觉得不好推辞 只好让手下取出大汗刀 九谷叉和方天脊 悟空耍了耍 却嫌这些兵器都太轻 这时候 龙婆龙女想出了办法 大王 我们看这先生不一般 咱们龙宫宝库中 那一块天和定底的神针铁 这几天霞光艳艳 难道是该遇到这位先生了 龙婆说的是大雨制水时 测定江海深浅的一块神铁 老龙王听了龙婆的话 带悟空来到宝库中 悟空见眼前金光万道 他定睛一看 原来发出万道金光的 是一根铁柱子 这根铁柱子大约两丈多长 一斗来粗 悟空惊喜地说 这个宝贝不错 要是能小一点就好了 他话音刚落 那宝贝就细了一圈 悟空高兴地拿起来仔细观看 只见铁棒的两头是金箍 上面写着如意金箍棒 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悟空心中暗喜 又说 再细些就更好了 果然 粗棒又变得细了些 很快 金箍棒就变得 只有丈二长短 顽口粗细了 悟空一高兴 就在海里舞起了金箍棒 吓得虾兵蟹将四处逃走 悟空接到兵器后 又在南海龙王敖青 西海龙王敖润 和北海龙王敖顺那里 凑足了一套金甲 金罐和布云鞋 等穿戴好了 他才返回了花果山 一天 悟空在酒宴上喝醉了 被两个勾魂鬼套上绳索 拉到了幽冥界 悟空一看这是阎王住的地方 顿时火冒三丈 于是他掏出金箍棒 将两个勾魂鬼打成了肉酱 又一路杀到了阴曹地府 悟空 悟空逼着时代明王拿来生死簿 大笔一挥 勾掉了自己的名字 又顺手把所有猴子的名字 全部勾掉了 然后悟空一路打出了幽冥界 等孙悟空无影无踪了 被吓呆了的时代明王 这才缓过神来 他慌忙跑到翠云宫 去见地藏王菩萨 商量着去向玉皇大帝告状 更多精彩学习内容 请关注乐乎汉语